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那就是 旺达与巨像的最后一期视频了 也是应该会是一个比较长的视频 因为只剩下最后一个boss了 也就是第16个boss 上期的boss呢 其实打的时间还是蛮久的 因为一直在找弱点啊 一直在找这个机会 然后那个巨像也比较傻乎乎的 就是他要是给你出脚的话 他一定要是吧 走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 然后吧一脚踩到那个石板上 我们才能跳上去 这个也是比较崩溃的一点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加上最后的CG动画的话 这一期呢可能会时间长一些 终于将影像最后的对手 一事已尽终言 你的愿望即将实现 我们悉尼的妹子要复活了 好开心 情依至此 却有来者将企图阻挠 应该就是之前的那些 就是骑着马来的人 时间所剩不多 赶紧上路 但凡有这种男女混合声的 在游戏里面啊 之前的游戏里面都是那个 就是恶魔 就只有恶魔的声音 才是有男有女混合起来的啊 依旧赶一下我们的鸽子苍蝇啊 人家弄得很唯美 让咱们这么一解说 反而变得有点尴尬了 看一下最终BOSS的地点 我们的阿仁好像不怎么愿意 跟我们走啊 真是 还要叫好久 你是干嘛啦 不愿意跟我们走啊 真是的 马可以在我面前一下就停住 垫的正前方啊 这个不是我们第一次打BOSS那个位置吗 第一个BOSS就是在这里啊 我看看地图 嗯我觉得应该是在地图的最下方 还是应该要绕一下 我们从我们的左边 从那个汉子里面出去吧 因为这个平台上就就是第一个BOSS嘛 毫无疑问 走过去是浪费时间 我们直接走吧 走向最后一个 每一个就是我玩到现在为止呢 前面的15个BOSS 在无论是直播也好 还是录播也好 嗯 每一个BOSS我发现的那个难点都不一样 比如说像之前的那个皮皮虾 皮皮虾那个真的是打了超级久 就皮皮虾那个桶状的 但是在录播的呢 因为知道它的弱点 反而会进行的很快 像刚刚那个就是上一期 上一期的那个大BOSS呢 我们打起来稍微费一点时间 录播费一点时间 但是直播的时候 恰巧就跳在它的手上 真的是一个巧劲 所以说那一关也就很快就过了 而最后一个BOSS战呢 毫无疑问啊 直播和录播应该都会耗费我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因为一会儿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最终的一个BOSS非常的 嗯 怎么说呢 我觉得可以称之他为女装大佬了 我是不是有一点点剧透啊 不过也没关系啊 最后一期了 看那些戴着面具的人先阻止我们再先 还是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给解决了 就在这个插口 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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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个插口了 迎来我们的最终之战 FIGHTING 加油 终于要复活我们心爱的妹子了 现在有一个疑问啊 你们还会为自己心爱的林家大姑娘去这样拼搏吗 勇士 前提啊 你们是得有女朋友 假如说你这个女朋友长得又漂亮 是吧 又年轻 是吧 十五六岁 然后呢 是吧 是不是对你忠贞无二 那就不知道了啊 但是如果是你的话 你愿意去喂他 是吧 我怎么跳这上面来了 走 走啊 哎 这次 这是我们的主角也 竟然有自动 我往前走 这个地方又是一个 其实顺着路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 等一下我们的阿若 走 阿若 咦 差一点又撞石 不是在前面 不会吧 这又一个台阶 从那下去 这个路可够绕大 看着一马平船近在眼前 阿若偏偏过不去 看着挺平 及时不忍 这次应该平了吧 这次够平了吧 就是这里 收刀 迎来了我们的最终boss战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那行吗 我是不是得走到这个地方出发一下 然后再拿这个东西照一下 哇 高级 超高级啊 有没有 哇 哇 其实那个就是祈祷的地方 它也算是一个就是复活点 看这上面就有一个 哎呀 那我自己跑上去吧 让阿若再下来等我 我一会儿下来直接就能骑上它 继续走了 哎 小壁斧 阿若 阿若说 你不会过来吗 好了我们到了前面有个台子啊 我们带着阿若过去 哎呀我舔 哎我舔 哎我舔 哎呀哎呦哎呦快点快点快点 再走走哎呀 阿若把我们直接甩过来了 阿若 哎呦 阿若掉了去了 阿若 不要啊 阿兴啊 阿若为了你把妹 牺牲了自己啊 天呐 最佳好队友 为了兄弟的爱情 牺牲了自己 啊 我们为阿若 莫爱三分钟 看着主角这个死人脸 我就有点很生气 哎 可怜的阿若 其实这个地方在直播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卡了好久 因为我就是把马放在那个位置 我自己跳过来 会直接跟着水一起下去 哎对就是阿若那个结局 后来卡了将近半个小时 才发现是用马跳过去的 这个就很尴尬 但是第一次玩到这个时候 真的是很心痛啊 阿若 阿若说的我 TMD 老子招谁惹谁了 来我们看一下怎么走啊 这条路这边应该有一条路是可以上去的 那是怎么上去的 那是怎么上去的 真的是为了兄弟爱情 阿若牺牲了自己 反正主人也太不靠谱了 阿若也没有办法啊 很快我们的 很快 很快 很快我们的主角就会来陪你的 哦 我是不是又剧透了 啊 这该死的剧透 什么都没有啊 什么什么都没有听到 爬花墙 往最终BOSS的路还是 咦 挺艰难的啊 怎么说呢 幸亏我们能耐了一条 如果刚开始就这样耐了一条的话 怕是连这个花墙都爬不上去 我不得不说这个草长的是真结实 正常的话怎么可能会 是吧 我们抓这个草就那个什么呢 不过也是 人望大雨像那些巨像里面 它们全都是草啊 它们身上长的 也不知道是毛还是草 毛发 可以理解啊 但这个草 墙边这个草能抓住 能承承承载一个人的重量 一个男孩的重量 我觉得挺不容易 桃派 桃派 桃打桃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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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啊 它们 牛 讲 坤 再草 我 哎呀!哎呀!哎呀! 哇! 沒想到 我們的最終boss 是 他是一個人形體啊 兩邊手上有fire的 非常好看的 火桌子 非常好看的火桌子 然後呢 他向我們發炮 我看他舉手 他時刻都舉的那隻手 他是要一拳超人嗎? 我的天啊 他一直對著我們 那邊有一個地方是可以走的 哇塞 這個炮還是挺厲害的 這個炮的力量程度我覺得 堪比所有的 它有一個震動效果 媽呀!我這要是抓不住的話 他豈不是會很慘 這邊會有很多隱藏物品啊 比如說有些地方 像這個地方 我們是可以從上面繞上去的 在這裡我就不去撿 大家如果有興趣去收集的話 可以去收集 哇塞 他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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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頻率很高啊 你看 他一直在盯著我們的這個位置 然後我覺得我們如果 一不小心的話 很容易被炸到這個蠔溝裡面 看這蠔溝有多長 我們要路過好幾個這樣子的地方 還容易被他給炸傷 我的天啊 天啊 我的天啊 我 OKOKOK 擋住了 勾一下 翻滾 進 哇 我這簡直就是翻滾進東啊 NICE 一次成功啊 一次成功 鬼知道我在直播的時候 這個地方被 摔了五十次 大概卡了有半个小时 说真的 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说一句话叫做熟练的让人心 这个地方要小心 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 如果上去的话我们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不要被塌给那个什么了 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快速地跑到那个里面 如果在这个空地被炸到的话 后果的话和阿尔的下场是一样的 看到我们下面的万丈悬崖了吗 别问我我怎么知道的 走 好 OK 过来了 没有问题 我们越来越靠近它了 这个BOSS的难点我觉得就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是比较难的 一定要掌握好它的攻击的一个频率 一定要勤用翻滚技能 翻滚 看阿尔一次掉下来了 而且还挺飞雪的 又要开始了 我想起了被它支配的噩梦 很难往左走的 看到没有 人家叫火力 人家叫火力 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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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往这边翻滚 好的 我们下来了 完美啊 没有被炸下去 炸下去过一次 但是这个结局我已经很满 很满意了 非常的满足 好的 我们已经来到了它的胯下 为什么这次有这个BOSS 我们一定要从它的胯下上去 所以说它是女装大佬 也许它不是女装大佬 它真的就是个妹子 我们头顶往上看 啊 太不好意思了 太过分了 臭牛芒 天呐 它胯下太高了 实在看不清是男是女 当然时候嘛 怎么会有男女呢 到这个地方就不用担心 被它炮揍了 有点小移动啊 有点小移动 还有墨房 我们要从它的群围上面 一路上到 一路上到它的脑壳 跟它的脑壳说哈喽 因为现在这个下的雨啊 所以石头上稍微有点滑 也是很正常的 我们来看看 然后应该是要跳到这边吧 看下啊 看一下啊 看下是在哪边 在哪边 应该是 下车 我找到上的路了 它应该有好几个上车路 可能我刚刚没有看到这个 在那边 整差了 这边也能上 这边也能看到没有 稍微有一点点绕 那我们就从前面走 这个应该确实是 我们要上去的一条路 这个地方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好的 我们上来了 从它的后腰上去 很明显啊 这边已经有一个那个什么了 老妖 它的反应会给我们开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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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翻到手背 让他翻到手 抓稳了 等他手过来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方位 然后走到他的手背上 然后手背扎着一下 好的 这一下就有一次 千万不要被他摇下去 坐人要稳 慌不慌 老大 这一下可是痛惜了 难受香花 多有摇摆 稳住啊 我们耐久还够 不够的话 我们在他脑后脖 那个位置站一会儿 那一声我们就直接刺吧 实在是太晃了 这个地方 下雪下的也挺多的 原地转圈圈 死尼达 快多晃 没有boss 死了 他跳我头一会儿 保住我 两下还有 把这脚抓住了以后 然后它会晃大晃一下 然后我们休息一下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稍微休息一下 最后一下子 去满力 没 没扎住 这可要的轻啊 喝喝喝喝 来吧 结束了 最后一个boss终于说 我脑壳疼 然后最后一个巨大的 这个boss的体型 应该算是最高的了 不能说最大 我觉得之前我们在火山岩 那个地方打那个boss也很大的 终于 我们打败了最后一个 第16个boss 算是打败了 但是我总感觉我闯祸了呢 这应该是我们的所谓的族人吧 哇 你们 我在打败第几个的时候 就看到你们已经过来了 我都打完boss了 你们才姗姗来迟 中间骑白马的那个第三名 肯定不一样啊 那是 不一样的 我都打败了 不一样的 那是 吧 我闻了